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月25日,星期四,欢迎收看今天的每家快讯 去年,随着新冠疫情期间的联邦福利到期,人们到手的退税支票缩水,让许多人感到惊讶 好消息是,今年,许多人可能会收到更多退税 税务公司Jackson Hewitt的首席税务信息长Mark Stieber说,一些人今年获得的退税额可能比去年多10% 国税局IRS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的平均退税额为3167元,比前一年减少了近3% 相比之下,2022年的平均退税额比前一年增加了15.5%,达到近3300元 当时纳税人获得了慷慨的税收抵免,比如扩大的儿童福利 在高通胀侵蚀了人们购买力的时刻 2023年退税额减少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是双重打击 退税往往是一个家庭每年最大的一笔现金注入 超过了一个普通员工的工资 人们通常用他们偿还债务或增加储蓄 税务专家表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今年的通胀最终可能会让纳税人受益 这是因为国税局在2023年根据通货膨胀调整了许多规定 将标准扣除额提高到更慷慨的水平 并将其税率起征点提高了7.1% 这是一个历史性调整 斯特博告诉CBS新闻 假设你的收入没有跟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你的收入和前一年一样 或增长不及7%左右的通货膨胀率 你可能会看到更多退税 我们预计这些人会收到更高退税 最高可达10% 斯特博说 这一预测是基于去年退税数据的建模 以及国税局对税收等级标准扣除额和其他条款的通账调整 新的报税季从1月29日开始到4月15日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时间 可以申请延期 这样你就可以在10月中旬之前提交申请 由于法定假日 缅因州和麻州居民必须在4月17日之前完成报税 大多数纳税人会在21天内收到退税 在1月29日报税的人应该在2月19日之前收到退税 然而 国税局指出 一些税表可能需要更多审查 1月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代表 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加坡共和国政府 关于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协定 协定将于2024年2月9日农历除夕正式生效 届时 双方持普通护照人员可免签入境对方国家从事旅游 探亲 商务等私人事务 停留不超过30日 入境对方国家从事工作 新闻报道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 以及你在对方国家停留超过30日的 需在入境对方国家前办妥相应签证 加拿大主要反对党领袖呼吁总理贾斯汀杜鲁多 Justin Trudeau 联邦政府应该重新对墨西哥实施签证要求 因为墨西哥的庇护申请数量正在急剧上升 周三 保守党领袖伯利志Pierre Polliver在一份声明中说 签证是为了防止庇护制度的进一步滥用 这种滥用会使资源紧张 而这些资源本应帮助那些有合法庇护申请的人 2016年 杜鲁多政府取消了对墨西哥的签证要求 以提高加拿大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整体竞争力 并鼓励两国之间航空旅行的持续增长 伯利志说 但这一举措导致了欺诈和滥用行为的增加 并补充说 申请人数从2016年的250人飙升至去年的17,490人 激增了69倍 他说 在2023年的申请中 只有11%的人获得了庇护 有组织犯罪的参与令人严重担忧 他们利用该体系从事人口贩运 由于移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涌入 杜鲁多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魁北克省省长François Legault上周要求改变难民签证政策 称这种情况已经无法忍受 多伦多市长邹智慧Olivia Chau也威胁要在房产税中增加联邦影响税 除非联邦政府拿出更多的现金来安置难民 由于微生物污染 黑领公司自愿召回两种Robitasen止咳药 该公司周三表示 被召回的是Robitasen Honey CF Max Day Adult和Robitasen Honey CF Max Nighttime Adult 该公司警告说 使用受影响的产品可能会导致严重或危及生命的不良事件 如真菌血症 这意味着血液中存在真菌或酵母或免疫受损个人的弥散性真菌感染 然而在非免疫功能低下的消费者中不太可能发生危及生命的感染 该公司正在通知其经销商和客户直接退回召回产品 已购买召回产品的消费者应将产品退回 此次召回的八个批次药品是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加州警方表示 圣贝纳迪诺郡偏远山区的一条土路旁发现6人死亡 触发了大规模调查 圣贝纳迪诺郡警方发言人罗德里格斯 Mara Rodriguez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周二晚8点15分左右 警员被召集到395高速公路附近的一个地区查看 最初发现了5具尸体 周三早上警方在同一地点发现了第6具尸体 死者的身份细节包括性别和年龄 目前还不清楚 也不清楚他们的死亡方式 以及是何时遇害的 周三早上 这些尸体仍留在现场 此时距离他们被发现 已过了几个小时 有报道称 这些人戏被枪杀 浑身有多处弹孔 罗德里格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还需要几个小时 才能准备好将任何尸体从现场移走 他补充说 届时验尸官将被召集到现场 据报道 现场还发现了两辆车 包括一辆银色小货车 调查人员在尸体和车辆附近 放置了几个证据标记 来自现场的新闻视频显示 一条土路被黄色胶带封锁 远处有几辆警车 前总统川普周三猛烈 抨击共和党初选对手 Nicky Haley 并警告说 任何在为他的竞选活动捐款的人 都将永远被禁止进入 Waga阵营 川普在自己的Truth Social平台上写道 当我竞选总统并获胜时 我注意到 落败参选人的捐助者 会立即找到我 想要我帮助他们 这是政治上的标准做法 但我不再这么做了 川普继续说 从现在起 任何对鸟脑 Bird Brain捐款的人 将被永久禁止 进入Maga阵营 我们不想要他们 也不会接受他们 因为我们把美国放在第一位 而且永远如此 他用鸟脑这个绰号来称呼海力 川普周二 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 以11个百分点的优势 击败了海力 虽然仍显著 但与近几个月来民调中显示的两人的巨大差距相比 已经缩小 已有一些迹象表明 海力吸引了许多独立人士的支持 而其中许多人都表示 不会在大选中投票支持川普 川普对海力捐款人的直接威胁表明 他正在全方位施压 试图加大海力退选压力 即接连在爱荷华州党团会议和新罕布什尔州初选获胜后 川普收获了许多重量级背书 甚至包括一些曾经批评他不适合担任总统的议员 包括佛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Marco Rubio 德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John Cornyn 和内部拉斯加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Dev Fisher 一些川普曾经的初选对手 佛州州长Randy Santis 南卡共和党国会参议员Tim Scott 和生物技术企业家Vivik Ramoswami也对他表示支持 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许多纽约人可能受到污染的严重影响 却并不自知 环保倡导组织环境保护基金EDF的研究 审查了仓库位置和人口普查数据 他们发现 频繁进出仓库的卡车制造了大量污染 而约有300万纽约人居住在大型仓库半英里范围内 相当于1%人口 少数族裔贫困人口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 EDF的政策主管 该报告的合作者Eileen Nolan表示 由于纽约市人口密集 你会看到 在一些社区 每个孩子都住在离仓库不到半英里的地方 报告称 纽约州的2000多个大型配送中心 目前占地面积超过3亿平方英尺 比2010年代增加了6% 每天有几十辆甚至数百辆卡车 往返于每个仓库 在这些地区儿童哮喘等疾病的发病率正在飙升 来自仓库的污染还会增加人们患心脏病和早产的风险 并使大多数现有的慢性健康问题恶化 诺兰解释称 这是因为燃烧柴油的卡车 会在行驶过程中排放出危险的污染物 包括氮氧化物和PM2.5 尤其是当它们启动空转或缓慢行驶时 倡导者正在敦促纽约州通过清洁配送法案 该法案将要求仓库运营商对进出仓库的卡车交通造成的空气污染负责 这意味着它们将不得不为排放付费 或者投资于更清洁的替代品 比如电动汽车 法案还要求新建或改建仓库必须获得许可 并在可以建造仓库的地方设置护栏 诺兰说 如果州法案获得通过 将确保受影响最严重的社区优先改善空气质量 包括投放电动卡车并进行零排放送货区试点